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日根博主赛吉特 今天来介绍一下Tunaskale以官方推荐的方式来使用Docker和DockerCompose Tunaskale的应用是以K3S和Helm为基础的 所以直接使用Docker可能会影响系统 然后官方呢也不建议直接使用Docker 不过社区现在开发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就是Docker inDocker 顾名思义Docker inDocker就是在Docker里边运行Docker 这样呢它可以隔离主机的环境 然后这个应用呢社区已经开发好了 我们选择在这里边直接搜索可用应用 我们搜索这个就可以看到DockerCompose这个应用 但如果你搜索不到的话那可能是你的这个目录 我们需要把这个社区的目录编辑 勾选到这个核心 然后这样就可以搜索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 安装一下 在安装之前呢建议大家自己创建一个存放这个DockerCompose的文件夹 或者是数据集 然后呢连上终端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数据集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DockerCompose 可以看到了我在里边又创建了一个Potender的文件夹 还有一个QB的文件夹 也就是说我会演示一下 直接在这个应用里边安装Potender 然后使用Potender来 部署一个这个QB 然后呢这个是Potender的 部署的文件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存放Potender的数据文件的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端口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端口呢 社区现在有100个应用了 它这端口是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呢为了避免可能和这个社区有冲突 我们可以看一下社区的这个端口 所以这里已经整理了它每个应用所需要的端口 它已经是一万零几了 我们可以从一万一开始来规划你的端口 所以我这里用的就是这个端口号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在你的文件夹里面创建一个Potender点样 把它粘贴进来 然后呢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路径 我们点击应用来安装一下 我这里就直接用它的名字了 然后这里粘贴到你的 Docompose file 就是我们这个file就可以安装了 大家以后可能会在这个应用里面 这个Docompose的应用里面集成 Potender它可能会有一个选项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集成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直接用 这个Potender的这个样文件来安装 当然你可以直接部署别的文件 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下这个Potender的部署 你可以直接部署QB啊什么什么等等 直接用它这个Docompose的文件就可以部署了 输入到这里边 按下一步 其他都是默认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其实是已经部署过的 为了完全演示呢 我们把这个全部删掉 虽然在我们的Potender就是新的Potender 这个里面是没有文件的 这个里面是没有文件的 然后我们保存 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打开 它的端口后 我们先访问一下这个端口 因为Potender部署完之后 它必须要在5分钟之内设置好账号密码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就会关掉 它就会停止运行 OK可以看到这呢已经部署好了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密码 然后create 这里呢我们选择get start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容器了 不停了 然后呢它是因为是Docompose部署的 随着这个 下课里面它也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你也可以在里面继续部署Docompose 也可以我们直接部署容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演示一下 来部署一个QB用这个Potender 首先呢我们打开 DocHub 我们找到我们要部署的这个应用 它这里呢是有两种方式 这个就是直接的Docompose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文件 然后像我刚刚部署Potender一样部署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CLI就是单纯的命令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在这个Potender里面部署 我们add count 然后呢我们要开放一个端口 这里呢我先做一个算是错误的演示 这个主题这边我们 这里呢我就用刚刚Potender的 这个是Potender的端口 我们给它加一个1 但那两个 另外两个就QB的这个端口我就不映射了 我只做个演示 这个大家自行的映射一下 然后它有一个 困批一个 那我这里呢已经提前建立好了这个QB的文件夹 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我这里就比较快速的来部署一下 我并不每个参数我都部署 这个是你的运行ID 然后这时区 然后这里的那个外表的端口 好这里就规定一个外表的端口 其他地方就不部署了 这里呢默认就是bridge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start是那个是否开机自起之类的 我这里就nevel了 这边一般你可以选always就是开机自起 好可以看到的我们这里就正常的部署了 我们来访问一下 它会提示呢 它这个什么未真正 这怎么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我们这里修改一下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是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端口 让它两端 两边的端口呢是一致的 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面料里面 这个env 找到我们设置的这个webui port就是它的端口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就是让两边的端口都一样 然后我们replace 这样它就 不会有这个 未认证的问题了 OK 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好了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可以看到可以正常的进来 一切都是和普通的是一样的 使用这个普天呢 我们刚刚已经试了 可以正常的部署应用 其实呢 我们不仅仅可以使用普天的 也就是说我们部署这个 应用的时候 我可以 我们可以不写 这个当个compose的文件 可以不写这个当个compose 这个 东西让它空的 直接部署 这也是可以部署成功的 部署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到它的命令行 这他默认的命令是sh 我们可以用bash 可以看到我们进入了这个bash 我们可以直接在主题上一样 使用docker命令 可以看到这个docker 然后dockerinfo 一切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到compose的命令也可以 所以呢 它其实就相当于 像一个虚拟机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边 部署docker或者是dockercompose 就像我们在主题上面 直接使用命令是一样的 或者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potina 都是一样的 其实也是到这里呢 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困惑 为什么我们这里直接部署的 就比如说这个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部署好了 到这里呢 大家有可能有个困惑 就是它是套了一层docker 到刻印到刻吗 相当于套吧 为什么在这里面部署 应用的时候 部署容器的时候这个 挂载可以直接使用主题的目录呢 或者说这个端口 为什么可以直接使用主题的端口呢 其实这里很简单 因为这个docker in docker 他想使用直接使用主题端口的话 也就是说第一层这个docker 这个端口模式是使用的主题端口 这个host模式 这个直接挂载主题目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部署的 部署的代码 这个就是这个docker in docker 部署的这个pod 这里呢 大家可以不用管 我们直接看一下 往下找 关于这个音色的地方 看一下就知道了 可以看到的他默认的挂载了 -cluster -config -root -mnt -seared -temp -temp -logs 还有这个 现在主题上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至少 这几个全都是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你的目录范围在这几个目录下面 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主题的目录 我们这里可以做个演示 我先退出 我们 我们在根目录下面直接 创建一个目录 我们直接创建了一个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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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一下 -test -test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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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成功了 我们 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挂在过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上面说的是对的 也就只有那上面几个目录 也就是这几个目录里边的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映射到这个DokenTog里面 就像主机一样去用 那除了这几个目录下面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这样直接挂载了 但这边一般情况都是用不到的 因为我们ZFS下面的所有文件 全都是在-mnt下面这些池里边 当然因为是这个相当于套娃一样 它有一些特性是用不了的 我目前发现的是冒号-share的 就是冒号-share的 我们直接演示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参数 是用不了的 它是用来挂载我们主机一个相当于挂载主机上面的一个虚拟文件系统吧 应用就是我们的阿克隆 阿克隆可以把一些云端的东西挂载到我们主机上面 如果你把阿克隆运行在道客里面的话 它就需要用这个冒号-share的 来允许它挂载到我们主机上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用不到 不过呢 大部分的应用在这个道客银道客里面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一键三连制度很重要 非常感谢 感谢